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加拿大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度剖析加拿大面对特朗普再次参选所需采取的全新应对策略 尽管加拿大高层对于特朗普的回归表现出一定的乐观 但专家们却警告,仅仅依赖过去的经验将无法应对未来更为复杂的局面 从贸易战到环境政策,特朗普的每一个举动都可能对加拿大造成深远影响 同时,自由新闻组织对特朗普可能在第二任期内对媒体的威胁表示担忧 指出这将对新闻自由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 而在全球范围内,特朗普的回归也可能使美国与专制政权之间的联盟更加紧密 使民主国家面临更大的压力 面对这些挑战,加拿大必须重新评估其外交政策 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并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联系 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这不仅是应对特朗普的挑战,更是为了未来的长期利益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加拿大的政治家们正面临着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 唐纳德·特朗普再度参选美国总统 这位曾经在任内与加拿大发生多次政策摩擦的美国领导人 如今又回到了竞选的舞台 加拿大的内阁官员,从副总理克里斯蒂亚 弗里兰到外交部长梅兰尼·乔利 似乎试图以一种淡定的姿态面对特朗普的回归 他们向加拿大公众保证 过去的经验使得加拿大有能力应对这位不按常理出牌的总统 弗里兰在记者会上以诚恳的语气表示 加拿大会没事的 他提醒大家,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关系是由特朗普政府签订的协议规范 这为两国的经济往来提供了稳定的基础 乔利也增强了这份信心 他强调加拿大已经与特朗普的团队建立了强大的联系 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挑战 然而,这样的官方声明并未能让所有人心安 多位研究两国关系的专家对于政府的乐观态度表示怀疑 他们对于加拿大如何应对特朗普再次执政的情况 持有更为谨慎的看法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的研究员维斯利·沃克就指出 部长们必须参与这场游戏 但他们也应该为更艰难的局面做好准备 2016年的回忆犹在耳边 当时加拿大同样强调能够应对特朗普政策的变化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特朗普的每一项政策决策都对加拿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18年,特朗普对加拿大钢履产品征收关税 直接挑起了两国之间的贸易战 加拿大被迫反击 对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这场经济上的角力让加拿大政府意识到 面对特朗普这样的对手 光靠过去的经验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当前的局势要求加拿大制定全新的应对策略 而不是依赖过去的成功经验 这不仅需要灵活的外交手腕 更需要与其他国家加强合作 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这不仅是为了应对特朗普的挑战 更是为了加拿大自身的长期利益和未来发展 在新闻自由的领域 特朗普的再度崛起同样令自由新闻组织感到忧虑 自他初次在任以来 特朗普对媒体的公开敌意已经引发了全球新闻自由的危机 据CNN报道 自由新闻组织发出了警报 担心特朗普在第二个任期内 可能进一步威胁记者的安全 他在竞选和任内多次使用暴力言词攻击媒体 这种做法让美国的新闻业面临严峻挑战 记者保护委员会报告称 2023年至2024年间 美国对记者的攻击比以往增加了50%以上 新闻自由面临的压力前所未有 特朗普过去就曾试图借由法律手段限制媒体的自由 甚至考虑削弱诽谤法 以便更容易起诉不满意的媒体报道 这种不安的氛围让记者们担心 未来在报道政府和社会问题时 会受到进一步的打压和威胁 纽约时报的出版人A.G.苏兹伯格在一篇专栏中警告 新闻界必须为即将到来的挑战做好准备 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带来的新闻压制 将不仅仅是对记者的职业挑战 也是对整个民主制度的严峻考验 而在全球的政治风暴中 加拿大也必须面对一个新的现实 美国可能选择一条更加孤立的道路 这让世界上许多不自由的政权找到了新的朋友 根据多伦多星报的评论 特朗普的选举不仅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 还对全球自由民主构成威胁 俄罗斯和中国等国的专制政权 可能会因为特朗普的对外政策而更加肆无忌惮 这种国际局势的紧张让加拿大必须更加警觉 作为一个依赖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国家 加拿大需要重新评估其外交政策 运用多方策略来应对全球的变化 无论是加强与欧洲国家的联系 还是寻找新的亚太合作伙伴 加拿大都需要在不确定性中找到自身的稳定位置 总之 面对特朗普的回归 加拿大不能再抱持过去的策略 而需要采取更灵活和具有创新性的对策 唯有如此 加拿大才能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 维持其稳定与繁荣 同时 新闻界也必须保持坚定 为捍卫真相与正义而奋斗 这既是对职业精神的坚持 也是对民主的捍卫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唐纳德 特朗普是美国商人 电视名人和政治家 第45任美国总统 任期从2017年1月20日至2021年1月20日 他是共和党的一员 以其直言不讳的风格 和非传统的政治作风而闻名 在进入政坛之前 特朗普在房地产行业 取得了显著成就 经营着家族企业 特朗普集团 将其扩展为一个多元化的商业帝国 涵盖地产 酒店 高尔夫球场 和其他领域 此外 他还因主持真人秀节目 《学徒》 The Apprentice 而广为人知 特朗普的总统竞选 在2015年6月启动 他以反建制派候选人的身份 迅速赢得了公众的关注 其竞选口号 让美国再次伟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强调美国的经济利益和边境安全 它的政策 主张包括强化移民政策 推动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 和增加国内基础设施投资 2016年11月 特朗普在大选中获胜 击败民主党候选人 希拉里·克林顿 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首次当选总统 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 美国政治环境经历了显著变化 它的政府 特朗普推行了一系列改革 包括减税 减少监管 任命保守派法官等 它推动的减税和就业法案 在2017年底通过 是近年来美国最重大的税制改革之一 特朗普政府还采取了强硬的移民政策 包括试图修筑边境墙 和限制某些国家公民进入美国 特朗普任内的外交政策 以美国优先为导向 重新评估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对华政策趋于强硬 特别是在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领域 与朝鲜的外交 则尝试通过直接对话 缓和紧张局势 此外 特朗普宣布 美国退出若干国际协议 包括巴黎气候协定 和伊朗和协议 并重新谈判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达成了新的美国墨西哥 加拿大协定 特朗普的总统任期 也伴随着争议和批评 他面临多项调查 包括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 对其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关系的调查 此外 特朗普的言论和政策 引发了国内外广泛的争议和抗议 特别是在种族和性别问题上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 特朗普政府在疫情应对 和公共卫生政策上的表现 受到广泛批评 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 特朗普竞选连任 但输给了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 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 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 并在多个州发起法律诉讼 声称存在选举欺诈 但未能改变选举结果 2021年1月6日 美国国会认证选举结果期间 发生了特朗普支持者 冲击国会大厦的事件 这一事件导致了5人死亡 和数十人受伤 引发了广泛的谴责 和特朗普第二次遭到弹劾 虽然最终在参议院审判中 被判无罪 特朗普在卸任后 继续对美国政治产生影响 活跃于共和党内部事务 并暗示 可能在未来再次参选总统 他所倡导的特朗普主义 在共和党中 仍有广泛支持 成为党内政策 和选举策略的重要影响因素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加拿大必须采取新的应对策略 这是毫无疑问的 正如我们历史中所看到的 当面对变幻莫测的领导者时 保持灵活和创新的策略 是成功的关键 例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英国首相丘吉尔 采用了新策略 来应对希特勒的侵略 这最终帮助盟军取得了胜利 特朗普的政策 给加拿大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加拿大应学习过去的教训 准备好面对未来的变数 虽然加拿大需要准备 但不必过于焦虑 毕竟 加拿大已经在特朗普的领导下 经历过风风雨雨 我们就像是经历过 飓风洗礼的老数 已经有足够的韧性来应对风暴 加拿大与特朗普团队的贸易协定 不过是斗智斗勇的结果 与其过分担忧 不如相信我们积累的经验 和已有的合作基础 我同意加拿大过去的经验丰富 但正如爱因斯坦所说 疯狂就是一遍遍做相同的事情 却期待不同的结果 特朗普一贯不按常理出牌 他的政策未必是我们能够预测的 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魏利 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出其不意 改变了冷战格局 我们不能简单依赖过去的策略 而应该积极寻找新的外交途径 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楚天书 你的比喻很有趣 但别忘了 特朗普也不是不可战胜 他在媒体上的威胁 和对外政策的强硬 都是他塑造个人形象的一部分 这就像一个喜剧演员 他的每次表演都需要惊喜和反转 最终他的政绩 还是取决于真实的行动效果 加拿大政府已经充分准备好 应对这场大喜剧 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 来应对任何挑战 但这场大喜剧 可能会有悲剧性的结尾 特朗普在媒体和国际关系上 采取的极端立场 可能会激化国际局势 让我们陷入像美国历史上著名的 古巴导弹危机一样 的危险境地 加拿大应该学习在危机中 如何扭转局势 正如甘乃迪总统 通过外交和谈判 最终化解了危机 我们必须保持警惕 采取更积极的外交政策 防止被动受制于人 楚天书 你的担忧确实值得关注 但我们不应该低估 加拿大的外交智慧 和从容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 就像当年的魁北克危机 在那次政治紧张时期 加拿大通过内部的团结 和有力的领导 成功化解了危机 特朗普的政策 就像是一场政治上的真人秀 我们只需带着幽默和智慧去应对 最终一定能再次胜出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首先 楚天书的主张强调了 在面对不确定性和变化的环境中 加拿大需要具备灵活性和创新性 他通过历史案例 如丘吉尔和尼克松的应对策略 展示了过去经验的重要性 并警告我们不要对特朗普的政策轻视 他的观点反映了对于未来局势的深刻担忧 提出了需要积极寻找新外交途径的强烈呼声 然而 楚天书在过度强调潜在危险的同时 却未能充分阐述具体的应对策略 这让他的论点有些失衡 相对而言 谢奇奇则持有更为乐观的态度 强调加拿大的任性和智慧 他通过江特朗普的行为 比喻为一场大喜剧 巧妙的江交绿转化为幽默 并指出 加拿大在过去的挑战中 以经济为了应对的能力 谢奇奇的论点 展示了对加拿大外交政策的信心 并提出合作与团结的重要性 这在当前不却定居室中极具意义 然而 他对特朗普的轻描淡写 可能会让人质疑 其兑现时局式的敏感度 尤其是在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性事实 总结来说 两位变手的观点各有千秋 楚天书的警示 引发了对未来的深思 而写奇奇的乐观则 提供了希望的视角 最终 加拿大的外交策略 或许需要在二者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 在保持警惕的同时 利用已有的经验和智慧 灵活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 只有这样 加拿大才能在日益复杂的 全球局势中立于不败之地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随着特朗普宣布再次参选美国总统 加拿大政治领袖如副总理克里斯蒂亚 弗里兰和外交部长梅兰尼 乔丽表达了淡定和信心 表示加拿大有过去同特朗普打交导的经验 然而专家们对此持怀疑态度 他们认为加拿大需要新的策略 以应对特朗普可能带来的挑战 过去的经验表明 特朗普的不确定性和突然的政策改变 可能对加拿大造成深远影响 从贸易紧张到环境政策等等 专家们建议 加拿大应该更加灵活 并且在外交上采取更为主动的姿态 重新评估外交政策 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在未来的不确定国际局势中 保持自身的稳定与繁荣 对加拿大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 特朗普再次当选的可能性 也让自由新闻组织感到不安 特朗普曾经多次公开攻击和威胁媒体 这对新闻自由造成了危险的威胁 自由新闻组织担心 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可能加剧对新闻媒体的压制 影响记者的知情权和表达权 根据报道自由组织的数据 特朗普频繁使用暴力和威胁性语言对待新闻媒体 表示他不介意记者被枪击 这些言论引发了对媒体安全的担忧 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 他曾试图禁止记者参加白宫简报会 并对不满的新闻报道进行报复 未来 特朗普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媒体的诽谤法 让他更容易起诉新闻媒体 这将对记者带来巨大挑战 报道自由组织呼吁立法者和拜登总统 在位十一晚前采取行动 以保护新闻自由 另一方面特朗普的再次参选 也引发了对全球民主和自由的担忧 特朗普的统治风格和他对专制领导人的赞扬 使得许多专制国家找到了新的盟友 在他的影响下 俄罗斯、中国、北韩等国家 可能会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其专制政策 对全球民主构成威胁 特朗普的再次参选标志着 美国可能进一步偏向法西斯主义 这将对国际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专制国家正在趁机加强对外侵略 而特朗普可能会对这些行为采取不干预的态度 在国内 美国可能会加剧对女性和少数族裔的压制 对新闻自由的打压也将更加严重 总之特朗普的再次参选对加拿大 美国以及全球民主构成了重大挑战 加拿大需要重新评估其外交策略 采取更灵活的应对措施 而自由新闻组织则需要呼吁政府保护新闻自由 在国际上 民主国家需要团结一致 对抗专制势力的扩张 以维护世界的自由与民主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by đăng ký kênhumb